你知道世界上最锋利的刀是哪把啊? 既不是日本的武士刀,也不是无间不摧的糖刀,它们甚至都排在倒数。 第一的锋利程度足以消贴如迷。 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十把最锋利的刀。 第十,勉刀,俗称妖刀。 隐藏于无形,杀人于无影。 此刀乃知名世界的勉铁,经过千锤百炼,取其铁金打造而成。 其特点为软薄,轻且没有刀鞘,可随身藏在衣下,甚至缠在腰间。 真正做到了百炼钢化作绕纸油。 另外勉刀,无论是刀尖,刀刃,刀背,又或者是刀饼,都可伤人。 杀伤性可谓是极其强大,不过此刀不易久战,走的是阴狠无辣的路途。 虽让人防不胜防的,便是勉刀致软的。 角度极为刁钻,当然使用此刀的人必须结合万里和巧利,才能将勉刀发挥到极致,否则不仅伤不了一人,反而还会自己弄伤自己。 第九,尼布尔弯刀,这是世界上公认最符合力学原理的版曲刀。 刀身轻盈流畅,刀身轻盈流畅,刀身轻盈流畅,刀身轻盈流畅。 一匹的风力无异,招式讲究简单实用,灵活多变,这点很适合当时体型矮小,耐力不佳的小巴咋使用。 五十刀在实战中重如破风,形同鬼魅,令人防不胜防,虽数要挟音无,一部老传伴运,但能流传至今也算是一种兵中神器了。 此刀与霸气华丽的长刀相比,还略有逊色。 第七,绣春刀,一把来自明朝的神秘兵器,因其刀身镶嵌着绣花图案。 故此得名。 在电影修春刀中 这不仅是锦衣卫的专用配刀 也是一把极优点于一身的武器 它的设计轻巧 刀身狭窄掠弯 既可单手突刺 也可双手劈砍 因此向来被高级将军和侍卫视作珍宝 当然修春刀的锻造过程也极其困难 传说每一柄修春刀都是千锤百炼之作 所以刀锋稀利不断 实战中修春刀只需双手持刀 一刀砍下 足可以将整只马头砍断 可见威力是强大 另外修春刀还是古代最为尖端的冷兵器之一 因此将它排在第七 第六 牛尾刀 此刀是清代晚期官差配备的统一武器 直至今日 仍被许多习武之人使用 此刀刀刃朝上 斜放时类似牛尾 顾此的名 牛尾刀刀身宽而薄 且手感较轻 固定便于携带 惠武时也毫不费力 并且整体看起来比燕灵刀 顺刀更具威慑力 此刀宽薄的刀身 使得总体重心后移 这点能让劈砍更加有利 刀尖也更容易对软物造成伤口 不过牛尾刀在面对硬物和甲皱时 却很难发挥其真正威力 总的来说 割肉犀利 断骨还真差了点意思 所以将它排在第六 第五 唐刀 这是一把在唐朝时所诞生的宝刀 不仅具有强大的攻击性和灵活性 而且展现了中国古代 工匠精神的精湛品质 中国唐刀无论是技术上 还是在艺术上 均达到了极高的拯救 可以说是我国刀剑史上的巅峰 在唐朝的多次对外战争中 唐刀所向党者聘名 许多兵刃和他一处几折 至此造就了一段唐刀无敌的神话 当然唐刀的锻造手法也堪称一绝 它采用的是非常富名的包钢法 这点使得刀的硬度和韧度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此外 唐刀最大的特点就是耐硬和破甲 唐军之所以能在对内外战争中取得胜利 可以说唐刀功不可没 第四 大马式格刀 大马式格刀源自于印度 曾一度被誉为世界上最锋利的名刀 从刀之所以如此锋利 主要是因为其锻造方法与众不同 因为刀身表面拥有一种特殊的花纹 名为穆罕默德文 它是属于花轮缸中的铸造型花轮缸 这种花纹能够使刀刃在微观上形成锯齿 不而使得刀剑更加锋利 实战中 大马式格刀能将敌军连窥带甲一批两半 就像砍瓜切菜那般 可见锋利程度不一般的 所以将它排在第四 第三 苗刀 此刀是一把双手持用的长刀 因其刀身修长为此和苗 故此得名 这种刀一直都是皇家御林军持有 所以又称御林军刀 刀刃锋利 威力极大 另外苗刀建有刀 枪 两种兵器的特点 既可单手握把又可双手之底 这样便于发挥腰背整体力量 使其威力达到极致 所以非一般兵器可抵挡 可以说设计的非常巧妙 正所谓一寸长 一寸强 一寸短 一寸险 第二 红军大刀 红军大刀又称鬼灭之刃 是一把专门砍杀小巴嘎的超级神器 尽管它没有繁杂的工艺 没有华丽的装饰 做工也很粗糙 但威力却不容置疑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把武器 更是一种精神 是成千上万人民团结的精神 是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精神 只要我国抗日战士手持此刀 就有着非同一般的buff加成 无论是什么小巴嘎 砍刀必死 捅刀必亡 锋利程度堪称一绝 即便是小巴嘎 特别自允的五十刀 碰上它也要退避三射 第一 水刀 顾名思义 这是一种以水形成的刀 此刀分为两种 一种是纯水水刀 另一种则是磨料水射流切割 首先 纯水水刀看似平平无奇 但将水加压到一百兆帕以上 即可产生每秒近千米的射流 其锋利程度足以削铁路泥 十厘米后的钢板 在它面前瞬间分为两半 切割金条更是轻而易举 可如果将喷嘴换为磨料水射流切割 这点会大大提升切割的效果 使得水刀更有穿透力 切割钢板 陶瓷 玻璃 甚至自然界最坚硬的金刚石 那都不在话下 所以将它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